给川姿伯母多情欲患难英雄受辱话说汤德元因家中耳目不变 怕漏了风息 故耳搬至仓子内居住 向晚无人来往 将门开了 正出去闲望之际 见远远的忽然来了一个人 叫了一声老伯 汤德元仔细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李大春 忙的问道 你怎么来的 大春道 我听见我母亲说 老伯怕人知道 特地移居于此 我这两天莫见你老人家 故此到此探望 原来大春自搬至汤家之后 虽然华太太仍将女儿搬回桃花问碧那房屋居住 李 太太总未搬了出去 他说的一句道比人更近 说只要儿子好 再受些人家恩情 也可补报 只要补报得到 随后人家自不得借口 若是儿子不好 就是不借人家光 后来也不免为人议论 故儿他终末般 平日在家 只劝大春念书发狠 说道一切功名总算术 总要发狠上去 方能为祖宗争光 报人家的恩德 所幸大春也是致孝 顺住母亲的意思 不是念叨三更 就是念叨半夜 后来 汤德元遭了冤枉 汤家为官家超莫 大春就恨恨在心 说道 我有 一天出使皇家 总要将这些贪官污吏参阁尽 至这些恶差与肉相民 皆是县官不好 他果能一柄至公 赏罚名正 他怎敢这个样子 因此越想越气 越用心念书 后来 听得汤德元死在肩中 他就恨不得与洪鹏城拼命 极致领官回来 又见汤德元为李春救活 就跟不得带李春叩头 说这人如此重义 将来有一天为官 勿要将这人提拔 总总情形也说不尽 总总也是个好心肝 此刻 见了汤德元 两人谈了一回 德元问道 听说学县几时路仪 你是岁考进的学 今年是恩科 你是初次下场 道要路仪 你还要预备盘川前去乡市 李大春道 路仪消息 我久经听见了 闻说是七月初时 如今还早 等过了三四月 到五节之后 忙着事上还不迟 汤德元道 我恨不得此时就考 比我早些中举进京 能够发达 也好为我们申冤 可怜华家哥哥此次是不能与你同考 尚不知何时方可出此劳门 一面说一面眼泪荡下 李大春看见 也不免七餐 赶忙劝道 老伯不必烦恼 吉人自有天 像 不过迟早些个 如今唯有华太太仍是独自住在外面 虽然尚有两位姑娘陪伴 只是那孤苦的情状 今日目不忍事 汤德元叹了一口气道 我岂不知他苦楚 只因他立志甚间 真是令人可敬 若再勉强接他回去 不但他不肯 反不知道你我的用心了 只好你回去 就说我说的 请你伯母仍照往常周记他些 我家遭了那些插人一次抄鲁 索性田母还在 年终的用度总够了 此时天已不早 你可赶紧回去吧 免得过晚 路上难走 没事时候尝到我 这里来 可以与你谈谈 大春答应着 转回镇上 将汤德元的话 与汤太太说之 还未说完 忽听门口闹了起来 忙得出去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汤俊弟兄与人打将 将人打伤 故此闹到门口前来 李大春见那些被打的人 虽是眼泡皮肤 却皆是不善之辈 只得打招呼 陪小心说了许多好话 众人方才散去 这里大春找着了汤俊兄弟 劝说了一回 说 你父亲既是这冤屈 你该奋志念书 带父亲离处方式正理 为何又与人殴打 人家把你打伤顾不上 算 你把人家打伤 人家自然闹到门上来 这是何必 汤俊道 我看现在此间倒是强横点得好 我爹爹与华家两个哥哥那般忠厚 尚且遭这冤枉 真是满腹诗书底不得一场战斗 我从今日起 虽不在外惹祸昭飞 那些书本子我是不念了 练些履历武艺 等候皇家有事 也好出力 带朝廷办事 而且听说五元庙内新来了一位和尚 武艺十分精通 我日内就去拜他为师 李大春见他说些硬话 晓得是个风马牛不得入购 也就不说了 那只汤俊道了 次日 果然把所念的书全形烧去 一天未曾回舟 到岸旁寻找到五元庙去了 汤太太是倪爱惯了的 也只好随他无收无管的学武 这里 李大春看见这般光景 想想两家的好处 我若不在这颗发达上去 待他深了这冤 也不可为人 每日在家埋头浮案 光阴亦过 不到数日功夫 已是六月天气 城中门斗又来送信 说道 学县于七月初十日 安林省城开考仪才 你需初七日先行道省 方来得及 李大春听了此信 又是半忧半喜 忧的是中年一棒 汤家 尹之时之 所有他母亲做点针线 寿出来也不过零用而已 此一番考仪 至少要二十两 这笔巨款从何出处 真的是已经场七一耳 能够一举成名 就可从此改换门庭了 独自一人只是闷闷的坐在书房 想想自己何以如此命苦 好容易遇见好人提拔 我今又遭了这事 眼见得无前下场了 这事如何是好 一人正在那里呆呆的瞎想 只见汤太太走了进来 望见她发痴 忙喊道 大春 你在此想什么 大春出着神 忽然被她一叫 倒害了一跳 一看见是汤太太 急忙的立起身来道 不想什么 汤太太道 我晓得你的心思 方才听见门斗来说 场七定了 你因为无前前去 可是不是 你莫呆想 我家虽遭了此货 正想你发达 待我们出气 眼见得照避她弟兄二人 是不能同你去考的了 说就红了眼眶 走过来言道 你预备几时去 如今卖租可以下来 明日叫人去催 先要几十两银子加来 好与你动身 你此刻查点查点 看看有什么要质买的 要收拾的东西 查出来好预备齐全 况 且你母亲又时常的有病 临时匆匆 莫要忘了带去 大春答应了就说道 成伯母如此成全 真是感激不尽了 说完 汤太太去后 大春又将这话告知她母亲 母子二人真是感汤太太之恩 十不前也也 大春又到镇上约了几个熟人结伴同行 副省过考 一个叫于德权 一个叫贺琼瑶 还有一个姓芳 名字叫维彤正 三人皆是他平日的治好 约其于七月初一日启程 先妻又到仓房内 见了汤德元 告别了一番 德元见他一人前去 也不免想到赵碧帝 兄两人 当时 也是酸酸楚楚 尊尊主主 大春回来 本想还到华太太那里告别 生怕又惹她的伤心 只得求她的母亲 等她启程之后 到她那里打个招呼 各式安顿停妥 到了三十日这一天 汤德元叫人送信加来 与大春发照 又主她一到省中就赶紧速速来信 大春依依应允 晚上 汤太太就办了几碗菜 皆是取得吉祥话头 说了几句 未了 送出来四十两银子与她为路费 次日一早 大春先在家祖宗神面前磕了头 然后与汤太太并她母亲告辞 汤俊在五元庙内知她动身赶考 也赶紧来带送行 大春林动身之际 又劝了她一番 方才雇了两辆车子 与于德权三人启程前去 在路飞指一日 已到了山西省中 选了一所宽大的房子住下 次日 招呼于德权的家人 先到街上 买了柴米动用食物 到了考试的时候 所有进场应用物件也要预备置办起来 于是李大春便同于德权等三人出了考狱 到街放上闲逛一回 兼备办些东西 三人信不走来 只见六街三市颇为热闹 极致考棚街一带 那些钱 来赶考之人互相买卖 游绝拥挤非常 李大春等买了些零碎东西 又逛了一会 打算回狱 忽见路旁中有许多的人在那堆住相打 又听一人大声骂道 吴雄你这杂种 奢欠了咱们的东西 不想还钱 还要应行抢物 咱今将你这杂种打死了 看你到那里去喊冤 李大春等便上前一看 只见有四五个电火 围住一个后生在那里打力 那后生也暴跳如雷 力不绝口 却不十二分动手 那些电火包不敢过于进前 李大春看完 便走向前问道 你们所为何是 如此打力 有话尽管说话 何必如此呢 而矿向打没好拳 万一的打伤了那里 两边皆不好 你们且各自撒手 有话说话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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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